我们人有时遇到灰心的事情或是一些难题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反应是我们想到事情很难处理 我们有时候就不想做什么也不想动 可能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要做什么 或者是事情真的太难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反正这么难 我无论做什么也不想做什么 好像也于事无补也不能成就什么 所以我们就一直任凭魔鬼问题来攻击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相信我们的上帝是与我们同在 如果我们也相信这个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他是有能力的神 那我们一定要反击一件事一个心态 我们一定要拒绝一种心态 就是那个认为我们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然后只能等死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让我们知道 在主里面一定有盼望 也一定有我们可以遵行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整个信息的强调 就是要跟我们一起分享 怎么样能够从 怎么样能够摆脱一个在绝望当中不想动的那个心态 然后怎么样起来做该做的 信该信的 通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只有记得 大家应该会比较记得 那个十个麻风病人的故事 对不对 在新约 但是今天我要用另外一群麻风病人的见证 来勉励大家 这不是十个麻风病人 是四个麻风病人 然后不是在新约 是在旧约 所以我们一起看他们的见证 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勉励 好我们一起先来读 这个一起先来看 《猎王记》下第六章 这个旧约的事迹 所以这里讲到 亚兰王遍哈达聚集他的全军 上来围困撒玛利亚 然后那个时候 当时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好像首都一样 所以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 所以被围困的意思就是 敌人在外面守着 所以在里面的百姓不能出去 所以因为这样的围困 有饥荒 甚至一个驴头值八十舍克勒 所以八十舍克勒是很贵的 是好像差不多九百克的银子 所以是很贵的 然后二生鸽子粪值银 五舍克勒 五舍克勒是差不多六十克的银子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饥荒是何等的严重 到什么地步 严重到连鸽的粪 鸽的粪都要卖这么贵 有人吃鸽的粪吗 今天你想你如果没有饭吃 你叫你去吃鸽的粪便 然后驴的头 一般上动物的头 猪的头 什么马的头 驴的头 其实没有什么肉的 但是他们卖很贵 不是什么很好的食物 但是卖得这么贵 甚至是几个月的工钱 然后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读 如果我们看第29节的时候 那里还说到 这个饥荒严重到 那些以色列的母亲 都要把他们自己的 亲生的孩子煮了吃 所以是到这样严重的一个地步 但是呢 尽管在这样的危机里面 神的先知 以利沙 带来的好消息 也带来的盼望 所以《猎王记下》第七章第一节 这里以利沙说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明日约到这时候 所以神做事很快 明日 今天事情还很严重 今天那个危机还很大 今天那个问题 还好像不可能解决 但是神说明天 这个时候 在撒玛利亚城门口 以西亚细面 要卖银 一舍克勒 所以以西亚是很重的 是5.5公斤 所以之前那个粪便 都要卖 都要卖 差不多60克的银子 现在 5.5公斤的这个面粉 好料 就是可以拿来做饭 做好的食物的 这个面粉 5.5公斤 要卖一舍克勒 一舍克勒 只是12克的银子 所以换句话说 所以俄西亚大卖 也要卖银 一舍克勒 有一个 参扶王的军长 对神人 对以利沙说 即便耶和华 使天开了窗户 也不可能有这事 以利沙说 你必亲眼看见 却不得吃 所以大家可能很好奇 为什么 在短短24小时之内 能够发生 这么巨大的一个翻转 所以上帝是怎么成就的 我们看第三节 在城门那里 有四个长大麻疯的人 他们彼此说 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 不要坐着等死 是从这个来的 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 我们若说进城去吧 城里有饥荒 必死在那里 若在这里坐着不动 也必是死 来吧 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 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 就活着 若杀我们就死了吧 所以黄昏的时候 他们起来 往亚兰人的银盘去 到了银盘 不见一人在那里 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 听见车马的声音 是大军的声音 他们就彼此说 这必是以色列王 会买赫人的猪王 和埃及人的猪王 来攻击我们 所以上帝做事情很奇妙 有时候我们难以想象 上帝叫他们听到一些声音 以为他们要被击败了 所以他们就跑了 第七节 所以在黄昏的时候 他们起来逃跑 撇下帐篷 马 驴 银盘造就 只顾逃逆 那些长大麻风的 到了银边 进了帐篷 吃了喝了 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 去收藏 不但有的吃喝 还找到银 宝 然后还有衣服 然后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 从其中拿出财货来 财物来 去收藏了 那时他们彼此说 我们所做的不好 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我们尽不作声 若等到天亮 罪必临到我们 来吧 我们与王家报信去 所以当然他们就去 他们就去把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以色列的王 但是这个王 他前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自己也不敢相信 所以第十二节 王夜间起来 对陈朴说 我告诉你们 所以王听了这个麻风病人的报告之后 王的反应是这样 我告诉你们 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 他们知道我们饥饿 所以离营 埋伏在田野 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 我们就活捉他们 得以进城 你们认为这个王的反应 合不合理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上帝给我们一个证据 还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美意的时候 我们也想 哪里可能 还是上帝鼓励我们的时候 哪里可能有这样好的事情 哪里可能 有这样的美事 所以王他的反应 其实也不是说不合理 但是我们人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人很多时候失去信心 没有信心是因为什么 我们自己动脑筋 明明神已经在旁边帮我们 然后给我们很多的真理 很多的鼓励 很多的事实 但是我们一直选择 用我们的人的情理来判断 那个情况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信心 就是因为这样 但是呢 虽然 虽然人 很多时候我们的头脑 动脑筋 会叫我们信心摇动 但是 我们尽管信心 有点摇动 还是要确认 神的话 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节 我们看到第13节 所以虽然王 有点怀疑 但是他们有一个确认的动作 所以第13节 有一个陈谱对王说 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 所以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 都是一样快要灭绝 打发人去亏探 所以何必在这边想来想去 去确认一下 所以他们就真的派人去亏探 然后发现那个四个麻风病人 所讲的的确没错 所以发现是没错的之后呢 第16节 众人就出去 掳掠亚兰人的银盘 于是 以西亚细面 卖银一舍克勒 二西亚大卖 也卖银一舍克勒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后面那句最重要 正如耶和华所说 前面那个什么 卖多少钱 卖多少钱 但是最后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这个必定实现 然后第17节 那个前面不信神的预言的人 他的这个反应 他的下场是什么 那个王派 搀扶他的那军长 在城门口弹压 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 他就死了 正如神人在王下 在王下来践他的时候 所说的 神人曾对王说 明日约到这时候 在上马利亚城门口 二西亚大卖 要卖银一舍克勒 一西亚西面 也要卖银一舍克勒 那军长对神人说 即便耶和华使天 开了窗户 也不能有这事 神人说 你必亲眼看见 却不得吃 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 所以圣经 所以后面这半段 其实好像是在重复前面的 为什么上帝一直要重复 上帝一直要提醒我们 我们有时候忘了 神说过什么 但是神没有忘 他所说的 一定什么一戏 什么东西 卖多少钱 一定如神所说的 但是神人的话 你必亲眼看见 却不得吃 这话也应验在 拒绝相信神的话 的人身上 所以这里 所以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 因为众人在城门口 将他践踏 他就死了 所以这里很短的 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但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 我们这个经文 是要让我们发现 原来上帝的话 是绝对不会落空的 所以我们都看到 也读到 上帝借着以利沙先知 他说什么 他说在24小时之内 以色列人 他会从这个围困当中的释放 然后不但如此 不但敌人跑掉了 他们从没有食物 变成食物充足 从食物很贵 变成食物很便宜 甚至饥荒的问题也没有了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神的话很难相信 对不对 像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 你听到以利沙这样说 其实好像有点难以置信的那种感觉 怎么可能 这个饥荒这么严重 怎么可能那么快 然后又这么戏剧性的 可以有所转变 所以难怪我们读到 那个王的那个君长 他不能相信 但是可惜的是 最后神的话 真的应验了 然后那个君长 虽然他亲眼看到神的预言成真 但是他却不能吃到那个食物 反而自己也被踩死了 所以今天我们也一起确认 也一起反思 很多时候可能神的话 神的应许对我们来说 也很难以相信 对不对 很多时候比如说 神跟我们说 凡到我这里来的 就能有安息 这句话有时候我们听起来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我的情况现在是 我的期限很紧张 Deadline 很多很多的期限 我要赶上 我就算不睡觉 我也不能做完 我要交差的事情 我要做的事情 哪里还有安息 有时候我们在自己的情况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生病 我们会想 我晚上痛到要睡都睡不了了 都已经睡不着了 怎么可能在神里面 可以得到安息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 上帝圣经的话 常常告诉我们 凡倚靠耶和华的 必不至羞愧 但是有时候我们人生 遇到一些矛盾的事 一些问题的时候 好像我们旁边的非信徒 有点笑我们说 你不是说你的神很厉害吗 你不是说你的神会保护你吗 那为什么这么倒霉的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神的话好像 不是那么容易能够信得到 或是我们自己 不但是旁边的人 攻击我们 或者是笑我们 有时候我们自己 在读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读到一句话 我们很被吸引 比如说神说 如果我们有信心 像一粒结菜种 我们能够移山 然后我们想 有信心就可以移山 为什么我的问题 一直移不开 移不了 移了很久 还是一直在那里 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 一直感觉 好像神的话 好像很夸张 好像很难实现 但是我们一定要恢复一个心态 就是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还有自己的感觉 多过神的话 其实圣经有很多像 这个四个麻风病人的故事 一直讲的理由是什么 要我们不要倚靠自己的逻辑 自己的判断 自己的感觉 多过倚靠上帝和他的应许 就好像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 大家会觉得 其实这个神的话 听起来也是很夸张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开玩笑 如果饥荒可以走 已经很不错了 还24小时之内可以走 根本是不可能 但是神的属性就是 神说到他一定做到 这个礼拜也是 我在想要讲什么 星期的时候 我星期一的时候 没有灵感要讲什么 星期二的时候 我又没有灵感要讲什么 然后我就想到 神的话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然后我就想 可是神一天明天 又明天又明天 就礼拜天了 如果我一直不要为明天忧虑的话 我礼拜天讲什么 所以开始有点紧张 好像跟自己的 那个情况有点点 我讲神我知道你的话 是信实的 你不用为明天忧虑 明天就真的 你会保守 但是你说那个实况 好像很真实 但是后来 星期三就得到这个题目了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问 为什么上帝 好像有时候有点故意 留到最后一分钟 才把那个答案 才把那个解脱给我们 为什么神明明可以早一点做 让我们放心一下 睡得好一点 那为什么上帝要 偏偏留到好像很紧迫的时候 才把那个答案彰显 因为上帝他要证明 他也要教导我们 神是绝对信实 我们也绝对因上帝可以放心的 其实如果情况看起来 还有很多可能性的时候 我们要信不是太难 对不对 如果情况看起来很好 看起来很有可能 事情很可能半成 我们不需要太大的信心 所以也没有什么训练可言 但是当神 他在好像情况有点不可能 不可能的时候 他让我们一直等 一直等 但是最后他证明给我们看 你以为不可能 其实可能 你以为要完蛋了 其实神有保守 所以当神 有时候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信心成长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去问 也不要去烦 神他会怎么样 不要去忧虑 神如何会做到一件事情 How 不要去管 神How are you going to do it 神你要怎么办成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How 这个神怎么办成 不是我们的事 我们所应该关注的是 我们单单信他就好 因为很多时候那个神的How 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 并且每次我们一直在那边想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的时候 你越想怎么可能 你就越信不了了 所以如果我们发现 我们不能信上帝的时候 你会发现 当我们不能信神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些 不必要的吃亏 甚至灭亡 所以各位现在想想 这个以色列的情况 他们现在在围困的情况 但是 其实我们读圣经的人 我们是第三者 我们是那个 我们读者的那个角度 其实我们都知道 现在这个时刻呢 神已经把以色列人的仇敌 什么 吓跑了 换句话说 没有人在外面 城外在威胁以色列人 但是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不知道 所以他们还躲在那个城里面 关得紧紧 然后呢 他们很惧怕 很担心 然后明明在不远的地方 这四个麻风病人 他们是走得到的 他们走得到那个营均 营盘 然后呢 其实在不远的地方 有一大堆的食物 等着他们吃 但是他们在城里面 他们挨饿 其实上帝呢 已经借着先知的预言 以利沙的预言 告诉他们 神要做的事情 但是可能他们 不是很相信 所以他们没有确认 所以他们继续好像留在一个苦闷当中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也要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的困扰 我们的忧愁 是来自哪里 我们很多时候的忧愁 是来自我们的不幸 不是那个问题 真的好像还很严重 比如说有时候 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好像 那个以色列人的城 以色列人的民 被困在城里一样 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 好像我们被敌人包围了 好像我们自己感觉 我们胜不过这个世界 我们自己感觉 好像魔鬼 还有我们的罪性 太强了 但是其实 原来这一切的仇敌 在神眼中 都是什么 都是神的手下败将 我们只需要转向神 我们只需要呼求神 其实神可以解脱我们的 耶稣很多的应许 在圣经给我们 耶稣常常跟我们说 你不用担心 因为没有任何事情 能够害你们 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 耶稣也常常说 在这个世上有苦难 但是你们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但是尽管神给我们 很多很多的应许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相信的话 我们还是会怕这个 怕那个 就好像我们明明 明天来的时候 明明明天神的恩典 也是够用 但是我们今天 如果不相信耶稣的掌权 如果我们不信神 给我们的自由 那我们还是享受不到 我们还是喜乐不起来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发现 一个东西就是 原来比真的仇敌 可能你的仇敌是一个 可能一个整天 找你麻烦的人 或者是一个实况 但是原来比真正的仇敌 更可怕的 更能打败我们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不幸 我们一定要从这个 再一次被提醒 很多时候不是那个仇敌 我们胜不过 很多时候是我们不能信 神能够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被击倒了 所以其实我们想想 当一个人绝望的时候 当一个人真的好像 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 其实他是什么方法 什么希望他都会抓住的 比如说如果一个人 他现在他病得很严重 然后你告诉他 比如说他有绝症 然后你告诉他 这个草药 这个秘方 这个药 很有效 你试试看 如果一个人他很绝望的时候 他一定什么都是的 因为他已经觉得他要死了 他已经完蛋了 所以他什么都会接受的 只是为了求一线的生机 一线的希望 但是我们看刚才那个 不幸的那个军长 他已经遇到这样大的危机了 都没有饭吃了 连孩子都要煮来吃了 但是神人伊丽莎 给了那个预言 他就说 怎么可能 上帝把天上的窗户都开了 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他的刚硬是到何等的地步 这个就好像有时候 我们遇到我们身边有些人 他们遇到人生很严重的一些苦难 可能是婚姻的问题 可能他们得到癌症 可能他们有些孩子 叫他们很痛苦等等 然后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痛苦 我们告诉他 你们不要绝望 还有一线生机 只要你能够来信耶稣 就一定有盼望 但是很奇妙 有些人他们的刚硬就是 连到了这样的地步 连到了这样的危机 我们把福音呈现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说 谢谢你 我不需要这个福音 所以这个是真的很可惜的一件事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因为不幸 这个军长 他最后灭亡了 我们也可以想象到 当真正的审判日来到的时候 那些不信上帝的非信徒 他们那个时候也会像这个军长一样 恍然大悟 恍然大悟的意思就是 亲眼看见 有一天到了审判日的时候 人人每一个人 连不信主的人 那时候也会看到 哇原来主耶稣 他才是真的神 原来主耶稣 他才是掌权的 原来天堂地狱是真的 但那个时候他们亲眼看见 他们恍然大悟 但是已经太迟了 他们只能看见 但是他们不能吃 不能享受到 所以我们也借着这个事情 我们也要祷告 我们自己先不要成为那个 亲眼可以看得见 但是享受不到 吃不到的人 我们也要祷告 我们对我们旁边所爱的人 我们也为他们祷告 他们也不要成为最后 看得见 但是得不着那个救恩的福分的人 所以很重要的 神今天借着这个事件 这个故事 他也是要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有些人 还在一些的绝望当中 还是在一些不想动的情况当中 上帝今天也告诉我们 同样的话 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 要转向主 然后从绝望 从一个不能动的心态走出来 所以很重要的 我们今天要恢复的一个心态是 不要坐着等死 但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着凉 我知道有时候我们情绪来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消极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就是很想死啊 不管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着凉 我们的心没有力的时候 我们要用一点 我们的思想 就是着凉一下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这四个麻风病人 他们是怎样的人 他们是再无可失 Nothing to lose 他们已经产到不能再产了 Nothing to lose already 所以他们是再无可失的人 但是他们 他们的这个再无可失 反而成为他们走向 走向那个解决法的那个 那个勇气 那个力量 所以但这里我要强调 这不是四个麻风病人很伟大 因为圣经你这样读的时候 圣经有说 这个四个麻风病人 是因为信心 所以他们去投降吗 圣经没有说 没有说他们是因为信心而做的 圣经也没有说 这个四个麻风病人所做的是 因为他们听到神的吩咐 然后他们顺服神的声音而去做的 所以他们不是伟大的 圣经只是把他们 好像他们只是 做了一个很简单的酌量 然后做出什么 最明智的决定而已 但是呢 我们从他们的这个反应 我们也要反思 其实麻风病人 他们为什么这样绝望 因为他们是不干净的 然后也是被人排斥 很多人都很怕他们的 然后他们 所以他们已经是 我刚才讲 他们已经产到不能再产 而且呢 如果是在一般的日子 麻风病人已经很惨了 人人都不敢靠近 不喜欢他们 现在是饥荒 连城里面的人都不够吃了 可能平时那个麻风病人 还可以奢望 有些好心人 施舍一点东西给他们吃 在平时的时候 现在饥荒 每个人都吃不饱了 哪有人去管这个麻风病人 他们是真的没有人 会给他们东西吃的 所以他们想来想去就觉得 哎呀 最好的办法 还是 如果我们要活命的话 还是去投降比较好 说不定如果我们的仇敌 可怜可怜我们 我们还能够活下 如果他们把我们干掉 杀了 我们只不过是早死一点 但是坐着不动 还是会死 所以很奇妙的悖论 你看到一个 一个悖论在这里 就是 这个人的绝望 反而成为他的希望 这个人的绝望 反而成为 引他们到活路的那个管道 因为人是这样 你不够急迫 你不够desperate 你不够有急需的时候 不会去想 那个出路 那个活路是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 讲回我们跟神的关系 也是一样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当人 其实我们坦白说 如果人还有一些 其他的办法 如果像这个 四个麻风病人 如果他们有其他的办法 他们哪里会 有这个胆子 有这个胆量 要去投降 向他的敌人投降 连以色列的军人 做军人有武器的 都不敢去跟敌人投降 这个麻风病人 他们敢去跟敌人投降 因为他们没有别的路了 所以人还没有到绝路之前 你会发现 通常是 还是会靠自己 还是很难投降的 不但是这个 四个麻风病人 我们看 这个浪子 回头的比喻里面的 这个浪子 你会发现 这个浪子 他还有钱的时候 他是不想回家的 不想去找他的爸爸的 只有到他很落魄 不但要跟人家打工 连他要吃猪的饭 猪的食物 以前我读的时候 我好像读错了 我以为他是吃猪的食物 但是后来我再去读 原来他要吃猪的食物 也没得吃 这么惨 连我要吃猪吃的 我都没得吃的时候 他这么惨的时候 他才想到 我还是回去找我的爸爸 投降 像我回去找爸爸 然后那里起码 我做他的员工 也好命一点点 所以很奇妙的是 你会发现 人往往是什么 人往往都是在绝望 和来到尽头的时候 才能够遇见上帝的 其实一个绝望的人 绝望的意思是什么 走投无路 没有路可走了 当你发现你无路可走 只剩下一条路的时候 人就是赶紧抓住那条路 所以换句话说 你说我们人也是 如果我们 我们说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还有很多的选择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靠自己 我们还可以靠爱我们的家人 我们还可以靠钱 我们还可以靠我们的事业的成就 或是我们生病了 我们还觉得 我们的病还有的医 可以靠医生 可以靠药物 那个时候 我们人有很多选择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会选择上帝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不能说上帝残忍 有时候上帝就是太爱我们了 他为了要我们回到他面前 他不得不许可 我们有时候暂时进到一些绝望当中 然后我们进到绝望当中的时候 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只有一条路了 原来只有一位上帝 他能够解决我的问题 一个解决法就是基督了 所以当我们发现 我们是彻底堕落 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的时候 只有那个时候 很奇妙的 我们才会谦卑来到神面前 愿意接受他 愿意祷告 有时候没有到绝望之前 我们觉得还是科学厉害 还是实在一点 钱比较实在 但是当这些东西叫我们失望的时候 我们才会谦卑来到神面前 真的祷告 真的仰望神 真的看到神才是那位 能够帮助我们的救主 但是话又说回来 虽然有时候神让我们经历一些难处 一些绝望的事情 但是如果某一个问题 任何问题 是叫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的 那其实那个问题也是一种祝福 所以这个四个绝望的麻风病人 他们想来想去 他们发现 我们跟敌人投降是最好的出路 但是呢 如果今天我们投降的对象 所以这个四个麻风病人是跟谁投降 他们是跟敌人投降 我们如果投降的对象是上帝 上帝不是我们的敌人 上帝根本不像敌人这么凶暴 上帝是慈爱的救主 那如果今天我们投降的对象 是慈爱的上帝 那我们一定从神身上找到怜悯 不是找到任何的害处 因为凡是愿意降服于主 转向主的都会被神接纳 所以这个四个麻风病人 他们是好像看起来没有翻转的余地了 但是他们却蒙福了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恢复一个确据 其实我们在主耶稣里面 我们主耶稣是连罪人的罪魁都能够接受的 所以无论是一个人他再怎样不干净 像这个麻风病他们是不干净的人 但是一个人一个罪人 无论他再怎样的不干净 他再怎样的不配 他再怎样的好像被人嫌弃 但是只要这样的人他愿意投靠主 那上帝一定会向他施怜悯 所以从这个四个麻风病人身上 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领悟 也是我们今天要想通的 要被点着的 就是他们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 就是坐着不动也必是死 所以他们想通这个 他们才会问 如果我坐着不动我也会死 那我为何在这里等死呢 所以这个是我们也需要学习的 因为其实坦白说 事实是什么 连我们也是 那我们如果坐着不动 其实撒旦会不会来找我们 好像说撒旦我没有去招惹你 井水不犯河水 我没有去捆绑你 你不要来弄我 其实你坐着不动 你不要去想有魔鬼的存在 你不要去想 你什么都不要管 然后你讲魔鬼我没有弄你 但是我们坐着不动 撒旦也是不请自来的 常常给你暗示 常常给你贪心 常常给你很多焦虑 很多的惧怕 然后我们坐着不动呢 很奇怪 有些人这是 我坐着不动 但是罪还是会来引诱的 罪常常在我们面前 有些人说 我没有故意去找罪 但是很奇怪 引诱试探一直来 所以你不动 魔鬼一直动 你站在这边 他一直靠近你 他本来站得很远的 你不动 他越来越靠近你 然后有时候我们 站着不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怕的什么 我们最怕的死亡 疾病 也必定会临到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有一天 都会生老病死 死亡也会找上门 而且我们坐着不动 也是神 他所说的话 句句到他的时间表 都会成就出来 所以有些人 我不知道有些人 我们的人性 我们人在我们的罪性里面 我们有时候 有些人就是比较有点 默不关心 什么都不想管 然后也不想做决定 然后也不想有任何的行动 听到是很容易 要做出来 有些人觉得 做出来很麻烦 又要征战 又要跟肉体征战 又要操练 又要攻克己身 又要有节制 好像很麻烦 所以有些人 他们就不想跟魔鬼 争战 也不想跟问题 也不想面对问题 然后靠着神来胜过 所以换句话说 有些人他就是 不想吃苦 也不想走信心的载路 但是各位 我们一定要思想一个东西 就是 跟从神容不容易 我们上个礼拜 十一点半的信息 讲到非常清楚 非常难 这个十字架的信仰生活 是非常的艰难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思想 如果我们跟从神 是辛苦的 但是我们做着 什么都不做 也是被撒旦打 我们要爱世界 也是被世人压下来 我们跟从顺服罪性 最后罪也是折磨我们 叫我们整个人消耗掉 那如果我们跟从十字架 我们很辛苦 我们要一直征战 我们一直要摔跤 但我们跟从世界 我们让我们任凭撒旦 那我们也很辛苦 那为什么 我们不要选择 那个更蒙恩的辛苦 就是跟从上帝 所以其实换句话说 我们一定要 酌量 像这个四个麻风病人一样 就是 我们跟从神 有没有可能会失去 Do we have anything to lose? 他们这个四个麻风病人 他们是nothing to lose 所以再无可施了 所以他们就去投降吧 那我们要想 我们跟从上帝呢 我们已经被罪 被撒旦攻击得很惨了 到一个地步 我们已经不能再更惨了 所以如果我们跟从上帝 就算我们跟从上帝 什么都得不到 我说就算了 这个不是真的 跟从上帝一定会得到一些赏赐 跟从上帝一定会得到一些证据跟果子 但是我是说如果就算 就算最惨的情况 我们最惨的是 如果我们跟从上帝 什么都得不到 那也不会比我们之前更惨 因为没有神已经够惨了 但是我说跟从上帝 不是什么都得不到 这个是一定会得到 神的信实的果子 所以我们如果 但是我们酌量 所以如果我们跟从上帝 什么都得不到 也不会比之前更惨 但是如果神真的是信实的 如果神他真的是慈爱的 那我们跟从他 真的是太赚到了 就是太蒙恩的 我们跟从神 我们不但会得到永生 连今生怎么面对人生的各种情况 各种挑战 各种智慧 我们都会得着 所以坦白说 我们信主的人 其实我们只要是人 我们就算信主的 我们还是会跟常人一样 面对生离死别 对不对 我们还是会面对生离死别 我们爱人还是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还是要跟病痛 有时候有一点摔跤 但是起码 当我们跟从神的时候 尽管我们不能逃离 人生的一些境遇 每个人都要面对的 生离死别 但是如果神跟我们一起 度过这些人生的难关 这个强如我们一个人自己扛 因为我们的上帝 他也是一个万事互相效力的神 尽管我们在人生当中 我们也是会有一些挑战 一些危机 一些情况 但是神是让一切 万事互相效力的 发生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想 这个四个麻风定人 当他们考虑 也决定要投降的时候 他们的考量一定是这样 如果我们坐着不动 我们什么 我们一定死 但是如果我们投降 我们不一定会死 所以这个东西 叫他们有一个力量 所以投降的胜算比较高 所以同样的 在属灵的层面也是一样 不降服于神的人一定死 这不用说的 不降服于神的人一定灭亡的 但是降服于神的人 一定会得到神的怜悯 因为神比我们的仇敌更慈爱 所以当这个四个麻风病人 他们投降于他们的仇敌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仇敌如果暴力的话 会把他们绝不杀掉 他们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仇敌是凶暴的 但是我们如果降服于主 没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神是慈爱的 尤其像谦卑来寻找神的人 神是施加更多的怜悯 恩典的 所以我当然 我刚才前面讲 我不是说 我们信主的一定是很轻松 但是我们一定要着凉 但是最起码 我们跟从神的人 尽管在地上会有苦难 我们最后还是能够回到天家 享受永远的福乐 但是无论怎样 我们都知道 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一些属灵的饥荒 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心灵的麻木 有时候我们生命会没有能力 对付撒旦 对付问题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可以从这个四个麻风病人的身上学到的是 不要放任我们的问题 不要放任我们的罪 不要放任撒旦 一直在攻击我们 不然的话 我们死得更难看 死得更快 更叫自己陷入很多没有必要的挣扎当中 所以不要坐着不动 乃是要什么 坐着的反意就是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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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做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的 我们的信仰 不是 我们也是信仰 我们在教会听很多道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知道 基督信仰呢 不是拿来研究 讨论 然后研究 这个神学 什么 对不对 那个神学对不对 不是 不只是拿来讨论 不只是说 这个道理合不合理 那个道理 对不对 当然 这样的考究 这样的研究神学 当然也重要 也需要 因为不然的话 我们就进到异端 很容易的就被错误的教导 给蒙蔽了 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信仰不但是 只有拿来研究讨论 然后考察 信仰更是实际的 所以实际是什么意思 实际就是听了 要跟从 听了有要顺服的地方 听了有要行动的地方 所以这个四个麻风病人 他们的蒙恩在于 他们不只是讲讲而已 很多人很喜欢讲很多话 哎呀 撒旦就是这样的咯 哎呀 我们人的罪性就是这样的咯 哎呀 我就是一直跌倒咯 哎呀 我就是一直软弱咯 人很喜欢讲很多东西 讲来讲去咯 但是没有一个结论 但是这个四个麻风病人 他们讲的 他们讲的结论是 带来他们的行动 所以 这个行动是很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行动 我们讲的再多 甚至你讲的都是对的 都合乎圣经的道理 都是合乎神的心意 讲来讲去 甚至讲东西都是对的 但是如果没有行动 其实也没有用 所以很多基督徒 有时候很喜欢 讲一些信仰的课题 或者是 甚至有些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 整天讲信仰课题 但是他们有一些 很属灵的愿望 好像 Resolution 我要有些 我要有个愿望 我要立志 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我们尽管有很多 很伟大的属灵的愿望 或者是 我们很会讨论一些 属灵的课题 但是如果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行动 来真的祷告 真的来 遵行上帝 其实我们的生命 还有我们跟神的关系 也不会有什么成长 所以今天 上帝也要我们 起来 来做 上帝 要我们做的 来跟从神 为耶稣而活 因为无论怎样的情况里面 其实一定有可以做的 无论怎样情况 上帝会开路的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来到一个死卡 一个 一个 死相 一个 一个死结 但是其实在任何的情况里面 都有神 祂奇妙 出人意外 开的路 然后 有要我们可以遵行的 比如说 有时候我们信心很软弱 我们觉得 信心软弱可以做什么 有时候信心软弱的 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可以 逼自己去教会 或是有时候 我们再怎样 不想抵挡魔鬼 还是 还是要 逼自己 来抵挡魔鬼 不然不是我吃掉魔鬼 就是魔鬼吃掉我 所以有时候就是 有时候我们很累 甚至不要讲 属灵的东西来 有时候我们讲一些 地上生活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很累的时候 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 其实在内 也有该顺服的 就是 还是要持守 神在地上 给我们的角色 比如说我们生了孩子 生了孩子要照顾 不能说我今天心情不好 就把他丢掉 然后还是我们 有一些岗位 我们工作 拿人家薪水 我今天心情不好 不想上班 还是 这个岗位也是神给我们的 还是靠着神的力量 要去 不能说 还是教会有侍奉 有服饰 已经安排好 轮值班 已经安排了 你不能说 东南京心情不好 就不干了 所以其实 在软弱的情况里面 在任何情况里面 也有那个情况里面 神要我们 神要我们持守的 神要我们顺服的 有时候传福音很难 但是再难传 还是要竭力 抢救灵魂 等等 所以换句话说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里面 神他的心意都是要我们 不是要我们坐在那里不动 乃是要我们起来 遵行神在那个情况里面 他要我们顺服的 然后他给我们的能力多少 我们就做到多少 然后当我们跟从上帝的时候 很奇妙你会发现 当我们跟从上帝的时候呢 神他就会给我们看到 他丰富的预备 像这次我们看到 这四个麻风病人 他们起来 动起来的时候 神给他们 一个很出人意外的神迹 当然有时候 我们会想 这个四个麻风病人 就很好 动一下 哇看到这么好 又有金银财宝 又有很多东西吃 我动来动去 动了十年 可能好像什么都没看到 但是呢 的确没有错 有时候我们 就算很忠心地 顺服上帝的时候 我们也不一定像这四个麻风病人一样 有那么神迹般的证据 或是有那么物质性 Tangible 物质性的一些果效 但是 总而言之 还是会有恩典 就像这四个麻风病人 他们本来是 他们本来是输家 Losers 他们在人的眼中 是输家来的 是完蛋的 但是很奇妙的 神动一下功 他们变成大赢家 所以最起码 我们可能不会得到一个 像很明显的物质的一些证据 或者是很戏剧性的一个果子 但是最起码 我们会得到神出人意外的恩典 所以最起码 当我们跟从神的时候 我们的身份是从可怒之子 转为什么 转为神的孩子 我们会从咒诅 转为蒙福的 我们会从死路 找到活路 所以 刚才我虽然是说 我们 只有绝望的时候 才能够遇见神 我们人 除了靠神之外 什么都做不了 我们也不能自己救自己 虽然我刚才是这样说 但是 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了 如果我们的生命 已经有主了 那我们要抵挡那个 叫我们很消极 很认命的那种心态 因为在主里 一定有盼望 在主里 一定有我们可以做的 就算你什么都做不了 最起码你可以做什么 祷告 什么都做不了 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很病痛 很辛苦的 最起码我们还能祷告 我们祷告的时候 不是我们做的 祷告过后 上帝自己做 上帝全能的手自己做 很多时候我们要问 我们人有时候不能动 是因为什么 各位想一说 你不想动 你不能动 我现在是说不能动 我不是说懒惰的不能动 我是说很消极的不能动 不想动 有些人他不能动 通常是因为什么 通常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希望 所以我们觉得 动来干嘛 动了也是这样 我尝试改 别人也不领情 改来干嘛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看不到 看不到希望 所以干脆不动 所以很重要的是 当我们在想 我们要起来 遵行主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不要看不起上帝 当我们在一个困难挑战当中 我们想动的时候 我们不要看人有没有领情 不要看情况有没有变 我们看神 祂是值得我们信靠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情况里面 绝对不要看不起上帝 这些麻风病人 他们行动过后 我们看到他们有出人意外的神迹 对不对 其实真的很奇妙 神的作为是真的超乎人所想象的 这个四个麻风病人 他们其实只是很单纯的 要去找一点点食物吃 但是这个丰盛的上帝 为他们预备的是什么 他们不但找到一点点食物 他们找到很多食物 甚至吃不完的食物 然后他们还发现 去到敌人那边 他以为我要去求求那个敌人 不要杀我 一个敌人都没有 找不到任何敌人 然后他们以为只是要找吃的 他们还找到金银财宝 还找到穿的 所以上帝真的所做的 都是超乎人的想象 你认为神的奇妙作为 只是停留在旧约而已吗 当然不是 所以今天上帝 他也依然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做出超乎我们想象的事情 那有些人说 没有勒 你这样讲 什么每次我们在教会听到 神能够做超出 我能想象 我所想所求的 但是我看我的生命 没有勒 我跟神只是求一点点 很简单的东西 我跟神也不是求 好像很夸张的 像这个饥荒药 24小时内解除一样 我跟神求的不是那么夸张的 我只是跟神求一些很普通的 人人都有的 我只是要我的婚姻幸福 每个人婚姻幸福 为什么婚姻不幸福 我只是跟神求 我要有升职的机会 你看到我的同事 一个一个升职 为什么我好像没有 我只是跟神求 一些很简单的 我只是要人生舒服一点点 我要玩一点点 要开心一点点 我求的东西不是很夸张吗 也不是很难 为什么神没有超出 我所想所求的给我呢 所以我们有时候 我们的反应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听了神的话 读了见证 圣经的见证 我们的心态 反而好像有点点矛盾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 神他要给我们的 是超出我们所想所求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 刚才我说的例子 很多人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 我要的这个很简单 神没有给我们 但是事实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只有跟神要的是什么 我们只有跟神要一些地上的福乐 我们只求的是一些很暂时的快乐 当然如果这个地上 我家庭幸福一定会快乐 但是这个快乐快乐多久啊 七十年八十年可能 然后其实永恒更长 所以神要给我们的 超过这个地上的 超过我们所求的 因为我们所求的是短暂的 我们所求的是今生的 我们所求的是 不能存到永远的 但是神 他要给我们的是 能够持守到永远的那个祝福 当然有时候 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不是马上可以看得到 可能 但是很奇妙的是 可能有时候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 是我们跟从祂 跟了两年过后 我们才看得到 有时候呢 有些人更长一点 可能他前面跟从祖 好像比较艰辛 可能二十年后 他才看到 哇 我跟从祖 真的是有价值的 但是无论怎样 事实是 上帝是信使的 有一天 你一定会发现 神给你的祝福 是何等的丰富 就好像这四个麻风定人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 他们的眼睛 哇 他们竟然可以得到这么好料 这么意想不到的恩典 所以同样的 有一天当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才会也会很惊奇 哇 像我这样的罪人 整天动不动就离开神 整天动不动就想 只为地上而活的人 不管天国的事情的人 哇 像我这样的人 我竟然有这般福气 可以得到高高在上的上帝 祂的注目 祂的注视 祂的关怀 祂的爱 然后像我这样的人 我竟然能够属于神 神也属于我 我可以叫祂阿爸父 我可以属于天国 我甚至能够踏入天国 这是何等超过我所想 所求的 所以有一天 我们真的眼睛打开的时候 神必定让我们的心态 恢复这个眼光 原来神没有对不起我们 原来神给我们的祝福 是超越我们心中认为最好的 神把那个更好的来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都是蒙福的人 起码今天能够坐在这里 听到神的话的人 无论你是已经信主 还没信主 但是神的恩典 已经在你身上开始了 所以如果我们得到了 神的好处之后 我们下面应该做什么 我们下面这里圣经的 另外一个强调就是 我们一定要与人分享 所以我们读到第九节 刚才这个猎王记下 七章九节的时候 当这个四个麻风病人 吃得很开心 很饱 然后又藏了很多金银的时候 他们突然间停下来 好像他们没有把这个好消息 传给他们正在受苦的同胞的时候 他们的良心受到谴责 所以第九节我们读到什么 这个四个麻风病人 他们就彼此说 我们做得不好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好消息的日子 连新约 刚才我们起因经文读的时候 上帝也说 现在是蒙悦纳的日子 现在今天是好消息的日子 所以这里麻风病人说 今天是有好信息 好消息的日子 我们进步做生 若等到天亮 罪必临到我们 所以他们看到 他们突然间又在想到 当然我们有时候得到一些开心的事情 我们突然间很开心 我们好像享受一下 但是他们享受完过后 他们突然间发现 原来整城的人 整个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 跟他们一样 都在饥荒 都因为饥荒 几乎要死掉了 兵临死亡 所以他们就回去 把这个好消息通报了 所以我们也一样 这个跟我们的情况是很像的 我们得到了福音的好处之后 我们一定要记得 这个世界里面 还有很多人 他们是因为还没有听到 这个好消息 所以他们都兵临死亡 兵临灭亡 所以我们蒙受了这个福音之后 神一定给我们的负担 是要传福音 不然的话像这个四个麻风病人说什么 我们不传的话 罪必临到我们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 人的罪 不一定在于我们犯伤天害理的事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的罪 在于我们的沉默 也在于我们的缺乏行动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罪的观念就是 我不要做那些很严重很明显的犯罪 但是原来很多时候 大家想想 如果你是那个 你看这个四个麻风病人的话 如果他们真的很下心 只有自己在那边享受 他们明明知道有人在死 他们不去分享这里有食物 他们是不是很残忍的人 他们是不是很残酷的人 他们是不是很糟糕的人 我们这样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我们如果讲到传福音的事上 其实差不多一样意思 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 我们的信仰 基督信仰不但是叫我们不要犯罪 也是一直激励我们要做对的事 所以刚才齐英经文我们读到 有人知道对的事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所以而且不但如果他不传 罪会临到他身上 这个麻风病人也知道 他们的使命不但是一个使命 他们的使命有一个什么 紧迫性 不是慢慢来的 我睡一个觉先 大家想想 如果他们慢慢来 然后慢慢传 等到天亮 他们才传 如果他们单言几个小时 说不定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城里面 已经有多少人因为太恶的缘故死掉了 都有可能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些死掉的人的血的罪 就会归到这四个麻风病人身上 他们明知道有食物 他们不快点去通报 自己在那边睡大觉 还是自己在那边享受 然后有多少人在这个中间 因为这个东西而死掉的话 他们是难辞其咎 所以我们有时候 也是我们拥有了好消息之后 我们不要一直跟自己讲 我们可以等 那个人还没有要死 他应该还很长命 他很年轻而已 我们在等 因为我也不敢讲 其实有时候我们 因为自己觉得传福音很正常 有时候我们就讲 可以再等 等多一天 等多一个天亮 又多一个天亮 但是其实 我们每一个的单言 都有灵魂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人很奇怪 我发现有时候 我们人与人之间 我们有时候 我们跟人家讲秘密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 保守秘密很难做 我们有时候发现 一个惊天动地的新闻 和消息的时候 我们好像很兴奋 我们很想跟人家讲 我知道这个秘密 有时候我们很想跟人家 甚至炫耀一下 我知道这个情报 是你们不懂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人会觉得 要保守秘密很难 因为要讲闲话很容易 要讲东西 要暴露东西很容易 但是很奇怪 一讲到福音 我们不会好像很急迫 要快点讲 好像我们反而把这个福音 当作是真的一个 很见不得光的一个秘密 好像不能 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跟人家讲 讲了 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笑我 讲我 为什么相信这个神 还是讲我奇奇怪怪的 为什么这个信仰 所以我发现 我们人很奇怪 讲到一般的秘密 大家很喜欢大大声的张扬 哇 这个秘密精彩 爆料 但是一讲到福音的时候 不敢讲 最好是人家不知道 我是信徒 比较好 他们会论断我 然后他们也不会 怎样眼光看我 所以这个东西 是我们要调过来的 所以 我刚才说了 我们领 如果这个麻风定人 他们得到降大的恩典 他们不去分享 他们不但是不应该 他们是残忍的 他们是残酷的 他们是无情的 他们是见死不救的 所以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人 同时我们领受恩典的 同时我们也是欠了恩典的债的人 我们领受了恩典 我们也是欠了恩典的债 所以 但有些人说 哎呀 这个传福音很难 但是我们起码可以祷告 如果我们不能跟一百个人传福音 起码我们愿意尽心竭力地 跟一个宝贵的灵魂传福音 无论如何 总要救一些人 所以没有人有借口 可能不是每个人 可以一百个人这样传福音吧 但是一个灵魂 一个负担 起码可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我知道有时候 我们听到这个传福音的时候 讲到这个残忍无情残酷 没良心什么 大家听了好像很压力 对不对 没有错 我也不能否认这个是有压力的 的确是有压力 讲真的吗 我们现在面对时间的紧迫 我刚才讲的 每一个时刻我们耽误 有人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面对这个urgence 我们面对这个时间的紧迫 我们面对人的刚硬 要传没有这样容易 不是说我讲了 这个麻风病人 他们还容易 他们说你要吃饭 我这里有得吃 人都会去 但是尽管如此 那个以色列王也在那边 推山主事 想来想去 那个麻风病人要传的好消息 人还比较容易接受 我们为什么会压力 因为我们要传的福音 要面对人的刚硬 人的心不喜欢这个 也不觉得自己需要这个 然后我们还面对 撒旦的阻挠 我们面对这么多的挑战 时间的紧迫 人的刚硬 撒旦的阻挠 自己的自卑 我们能够不压力吗 当然压力 但是为什么上帝 知道我们的压力 还给我们压力 不是说在耶稣里面 有平安吗 有安息吗 但是其实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人 特别我们堕落的人 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些 适当的压力 我们才会迫切起来 我们才会动起来 做神要我们做的 因为什么 坦白讲 各位想想 没有压力的东西 通常是什么 我们很容易放一边 不管的东西 如果学生们去读书 没有考试 只有去听课 大家听听 抄你的笔记 没有考试 其实 真的很特别 很好的学生 可能他们会 他们会长进 但一般的人是 听听而已 我可以到听听而已 什么都没有学到 有学到也是很容易忘记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不得不承认 有些东西 我们不得不需要 一点的压力 我们才能够动起来 我们才能够放进心思 祷告 然后不要推诿 所以 在传福音的事上 上帝 接着这个 一定要刺激我们的良心 虽然我自己 也是觉得很压力 但是我也看到 这样的压力 这样的提醒是 必要的 能够叫我们 继续地竭力 遵行神的 实现神的使命 但是我们讲到 这个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也想到 我们的确 因为压力 我们压力是因为 我们的确在 传福音的事上 我们有很多的顾虑 对不对 好像我们很怕 传着人家 不相信怎么办 但是各位 这个东西 我们真的要得到释放 我们就算传 事实是 不是每个人都会接受的 但是 我们传了 如果人不信 最起码 什么 最起码我们对得其主 所以我们要知道 传讲是我们的事 但是 人会不会被感动 人 他会不会 真的悔改归向神 那个是神 自己会带领的 所以就好像 这个四个麻风病人 我刚才说 他们很兴奋地 回去报告了 我们找到食物 我们找到金银财宝 然后那里没有敌人 连他们这样分享了之后 以色列的王 没有马上信 他还疑神疑鬼 但是也因为 这个四个麻风病人 给的这个情报 我们最后看到 以色列人 他们全程得到释放 他们得到解脱 所以 我们不要担心 人将不相信 我们这个人的心理的东西 是神 我们讲就好 神自己下面会 与我们同工 做感动的工作 那可能我们在 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顾虑 不但是讲了 人家会不会信 也是我们会想到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是谁 我的地位 我的身份 我的条件 能够有足够的信誉 credibility 能够叫人家信我 我这个battern 我这个条件 然后我这个样子 我这个软弱 我讲了 就算我分享得出来 人家会因为 我的见证 而相信吗 所以说我们会有 这样的一个顾虑 但是今天 这个四个麻风病人 又是神给我们的勉励 各位想想 这个四个麻风病人 他们是被弃绝的流浪汉 在人眼中 这四个麻风病人 是非常没有可能 出现在 这个以色列王的 这个皇宫里面 这个四个流浪汉 被弃绝的 又没有钱的 又有传染病的 他们是最不可能朝见 高高在上的 这个以色列王 但是他们 却得了这个机会 所以同样的 我们也是 我们或许呢 跟这个世界 很多人比起来 我们不一定有 很优秀的条件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感恩的地方 就是要有一个 确据 我们生命有一个宝贝 是世界的人都没有的 那是什么宝贝 就是最起码 我们已经认识了 明白了 也相信了福音 所以这个福音的好消息 我们已经拥有了 其实各位你问 要做见证的话 谁的见证是最有能力的 最有效的 怎样的人的见证 是最有能力的 是一个博学硕士 一个哲学家 他来跟你讲 神怎样怎样 那个是最有能力的呢 其实最有能力的见证人 就是他真的看到了 他真的吃到了 他所讲的见证 是最powerful的 最有能力的 像这个四个麻风病人 他们 他虽然是没有地位 然后肮脏脏 然后被人嫌弃的 但是他们真的看到了 他们真的吃到了 吃饱了 然后他们讲出来的 才有说服力 虽然人需要点时间来接受 但是最有说服力的见证 是真的有经历过的人 所以同样的 我们很多时候 很容易看不起自己 但是如果我们是真的 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 真的神 真的你看到神 怎么怜悯你 真的你祷告的时候 你看到神给你祷告的应验 真的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看到圣经的话 实现在你的生活里面 真的你 也不是说实现 也不一定是情况改变 实现可以是 实现在你的心灵 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 尽管外在的条件 很 在人眼中看来 不是很好 但是心中有一个 心理的力量等等 真正有经历过 主的能力 和主的恩典的人 才是最有资格 传讲这个福音 好消息的 所以这样的人 他的见证 也是有说服力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像是 那四个麻风病人是在旧约 但我们每一个人 已经领受神的恩典的人 我们就好像是今天的麻风病人一样 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也不要小看神许可在我们身上 所经过的一些困难困境 因为上帝凡事都能搭救 出人意外 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搭救 上帝也凡事愿意让他使用的人 神也凡事愿意让他使用的人 还有情况 神都能够使用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忠心就好 我们忠心的传讲神的话 神一定像刚才所分享的 他一定会应验他的话 然后那些不相信神的话的人 有点嘲笑 有点点拒绝神的话的人 最后他们一定会后悔 像那个君长一样 他最后只能看 但不能享受 然后自己也灭亡 所以我们一起借着今天的信息 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坐着不动 乃是求神给我们起来 寻求神的能力 做神所喜悦的事 然后我们找到跟从主的证据 还有果子 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神我们感谢你 神因为你是得胜的 所以我们只要顺服你 必然会看到果子 我们在主里的劳苦 不是突然的 虽然我们人很容易灰心 虽然我们人很容易 不想动 也缺乏能力 继续地与这个 邪灵征战 但我们求上帝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恢复一个最正确的领悟 就是 就算我们坐着不动 邪灵还是会攻击我们 罪还是会影响我们 所以上帝求你给我们心里的力量 叫我们能够配合圣灵的工作 我们一起靠主前进 做神你要我们做的 求神你保守我们的心 也叫我们看到 我们跟从你 绝对会看到神你忠心的带领和赏赐 神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